TYLighting, 指此一家, 絕無分店, 提防假務 歡迎WhatsApp 9205-3831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維修外國名牌光暗燈的案例 客人住在星街的星域軒, 家裡有一個德國名廠的光暗鍵壞了 有時不能開燈,有時開燈後會自己關掉 客人才找過管業處和附近的水電店來維修 但他們表示都不會維修這種燈, 由於客人早幾年跟我們公司買過三把風扇 記得Tommy師傅提供我們公司是專科電理, 有上門供電系統維修服務 所以WhatsApp聯絡了我們公司 Tommy師傅表示我們很多客人都住在星街那一頭, 對那一頭的樓宇很熟悉 有信心可以幫客人維修好燈, 上到單位維修燈, 除了成功幫客人更換了一個由客人提供的後備燈之外 還發現了燈製損壞的原因 Tommy師傅在拆製的時候發現內部配件有帶電的問題 估計有機會是之前的裝修師傅安裝內部配件的時候螺絲收得太緊 接觸到其中一條電線, 令整個配件都有輕微帶電 而整個配件因為長期有浸電的問題, 所以壽命縮短了很多 說了那麼久, 我們馬上去片看當時安裝的情況吧 不過事先聲明, 不要模仿片內的測試 因為很危險, 根據電力條例第406條 一定要符合合資格持有有效電工牌照的人士 才可以做和電有關的檢查和測試 升階, 升壁天 這個光暗鍵, 現在換好了 已經換了後面的線, 按回線, 按鈕由客人提供 然後再試一下, 這是一個Nutron管理系統的系統 這個就是我的特份 這個有一個控制器 先放進去 這條是燈帶來的, 這樣就可以開關了 這條是燈帶來的, 這樣就可以開關了 這個軟體的系統 這個系統上面很高 這條是燈帶來的 再做一款 這個其實是闊帶來的 這個就是牛子 做個紀錄吧 再替客人訂和 我們TW Lighting是機電署註冊電力承擔箱 有多年的家用和商用供電系統維修經驗 任何旗欄雜證都難不了我們 大家如果有供電系統上的二欄 就不要猶豫了 快點WhatsApp9203831查詢報價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